好 那纽石呢 他说美国民意是不停 改善跟中国大陆关系 还说呢 对于中国大陆关系 就好像十年前 数十年前 美国民意对苏联的看法 认为中国大陆就是苏联 要把它打垮 但是大陆可不是苏联 人民大学的教授金灿龙老师 说中美关系 进入长时间的世界博弈了 中美两大 但是你美国有两大战略的错误 第一个 他认为说 美国啊 你从种族主义的角度说 不能接受中国大陆崛起 因为非白人啊 怎么能崛起呢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就说 如果中国大陆都过上了 跟美国人一样的生活 就是地球的灾难 第二个 他说美国人觉得 有能力阻止中国崛起 但是这就是最大的矛盾 好 那最近来看到 中国大陆不忍了 而且呢 是有一些 唯有所 不卑不亢 谢峰呢 递交国书 你看这个画面就有意思了 他穿的是什么呢 穿的是中式的服装 没有穿西装 是中式的服装 夫人也是 穿的是红色的旗袍 表现出呢 外交礼仪是不卑不亢 然后呢 这个拜登跟他握手握得可亲切的 大使您怎么看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中国大陆 现在极需要的四件东西嘛 四个自信 四个自信 我认为就是说 比如说制度自信 价值自信 文化自信 谢峰这次去白宫 他穿的中式服装 这就是一种文化的自信 文化自信 你只讲不说没有用 那你要用具体的行动 表现文化自信在哪里 就是说 中国人说实话 在这个五四运动以后 基本上有这个全盘西化论 甚至还有说这个好方块字也不好 那个时候对自己文化是完全丧失信心了 西方有一句话 他叫 你不要倒洗澡水的时候 把那个婴儿一起倒掉了 事实上中国有一阵子 其实是有这个问题了 那现在就是说 你现在发觉 你如果没有中心思想 没有价值 没有一个对你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 跟现状的一种信心的话 那你就是复堪一己 西方人今天虽然靠的是船间泡利 可是他后面有强大的这种 所谓的文化历史 还有呢 对自己文化历史 不过他们最集中的那一点 他们宗教 这种绝对的信仰跟价值 那这一点也就是说 很多文明在面对西方这一波 这个文明的冲击的时候 都倒下去爬不起来了 那今天当然习近平在这个讲的 基本上就是一种制度的自信 那我是觉得中国是有 是有这个本钱奖制度的自信 因为过去45年改革开放的话 中国的政经体制 事实上创造人类历史上 一个极大的一个提积 把一个这个基础建设 这个相当落后 然后呢没有初级资本积累 手上没有钱 然后呢在很快的时间 那么完成了现代化很重要的 这个基础建设的建设 资本积累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有效能的政府 所以这个中国大陆事实上 是应该对这个体制制好 可是问题就是说 在这么上百年来 中国都是一种虚心向外学习的态度 那么这个这种心态 现在必须要调整 那也就是终于到了这个21世纪 中国的政府说 我们要有自信 因为自信的反面就是没有自信 也没有自信 社会有这个问题没有自信 所以这个领导人现在提出来 你要有自信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大陆 目前这个基本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精神的建设 其实你去看到中华文化 这个5000年渊源流长 然后这个源源不断 生生不息 其实你去看中国在 中国早期在东奈亚移民 你就知道为什么 那一种文化血缘 传统基本文化的认同 是非常强固的 走到哪里 它可能政治上没有力量 可是它那种文化 血缘的认同 这种整个的从精神上 到整个的这个 组织结构上的这种 强韧的这种生命力 跟抵抗力 其实是让中国文化几千年 走下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当然中国还好不错 现在中国传统的文化 正在复兴中 那么大家对文化的这个 喜爱跟这种宣扬 已经很多人已经觉醒 那再加上中国 现在的政经体制 尤其是政治体制 那么经过了这个百年来 将近百年来的不断的 与时俱进 不断的在调整 在适应新的挑战 算是走出一条路 我今天觉得 中国大概真的走出一条 而且呢 这个体制呢 已经交出了一个 极佳的成绩单 任何体制 你说它好坏 最后要看它的成绩单怎么样 要进京赶考 看考高分还是考低分 可是呢 在今天还是有一些问题 就变成就是说 中国大陆还是要加强这四个信心 那这个是一个 当然共产党是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 执政党 带头做这些事情 那最主要要整个社会 要产生一个精神的 一个凝固的力量 大家也知道 这个使命在哪里 责任在哪里 自己的优点在哪里 长处在哪 未来在哪里 面临的挑战在哪里 我最近看大陆的一个学者 讲的一个 讲的一个整个的情势来讲 这个部分 其实中国大陆 目前接受的挑战 也是空前的 也是百年自由的 因为内部 随着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结构有极大的冲击 跟各种的挑战出来 所以内部社会结构 在各种这种 整个物质条件的变化里面 整个任何一个社会 承担这样子快速的变化 这种是从生活方式 方方面面 人与人之间关系 人与主之间的关系 这些的关系都在做 急速的快速的变化 跟调整中间 还要面临什么 外环境的 也就是中国外部环境 对中国的越来越多的挑战 所以是两种挑战 同时在进行的 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 是非常非常的艰巨的 那说实话 那今天习近平讲这些话 都是针对中国现在最迫切 所以一方面要把自己的内部的精神 团结起来 武装起来 那另外一方面 向外也要能够怎么样 也要能够提出自己的主张 然后有自己的主张以后 同时还要有很多的盟友 另外还要有强大的物质力量 要有什么 要有钞票 要有什么 要有武器 经济底气 军事底气 另外还有一个 像德国的建国的时候 要铁跟血 对不对 血是什么 血是一种什么 革命斗争的意志 所以中国大家都常常讲说 发扬斗争精神 为什么 现在这个不管是内部来讲 也就是中国共产党 作为中国执政党的话 他本身要有斗争的意志 他要带头的往前冲 那中国整个在外面呢 在整个这个大环境里面呢 他也要斗争 因为基本上 又是跟这个船间炮力 直接开到中国的港口一样 西方对中国来讲 永远是一个入侵的力量 你今天你闭关自首三百年 最后你还是被敲开 那今天是不是 还能够闭关自首呢 我想中国在过去 一两百年最大的一个 最大教训就是 不能闭关自首 那所谓从邓小平开始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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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面临了内外极大的挑战 我想 今天中国大陆整个领导班纸 是认定很清楚 中国唯一的出路 这个没有别的选择 就是继续改革 继续开放 那这个改革不是什么 不是关起人的改革 这个改革是要应应外部世界环境的改革 那最有趣的改革是什么 就是加入CPTPP 这个叫美国人来讲 这是21世纪高标准的 这种新的贸易贸易贸易的规则 所谓的贸易的规则 今天说实话 这个世界的秩序 主要的秩序是什么 你必须要承认 就是经济跟贸易的规则 你掌握了经济跟贸易的规则 你就掌握了世界秩序发展的方向 所以中国大陆一方面要改革 改革不是关起我们来自己改 那我今天有一个国际化的 一个标准出来 CPTPP 我不是乱改 我今天要开放市场 是国际需求 我今天要开放服务业市场 我今天要开放投资 我今天要开放我的商品市场 我今天让我的社会更为开放 对外部世界开放 不是乱开放 造着什么呀 造着国际的共识 那现在国际上最 标准最高的一个 这个贸易条约就是CPTPP 它不是算美国的那个什么 美国线乱搞的 这CPTPP全部都是拘束力的 有拘束力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现在面临的挑战 我想领导阶层是非常清楚 社会也越来越清楚 然后整个改革开放是不会变的 当然李强基本上 他要为哪个负责 李强要为今年要保5%的GDP负责 所以他压力很重 那中国现在基本上 是不是双引擎 就已经可以做成中国整个经济的一个 最好的解方呢 不见得 因为我们还现在讲到了 中国20%是靠外销 GDP是外销 对不对 进口是大概17% 刚刚那个雷游员讲 那你还有一个很重要 现在中国的GDP里面是投资啊 投资一直占中国的GDP 相当大的一个比例 那这个投资除了本国的投资以外还有什么 还有外国的投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李强的任务是非常非常的反重 他今年年底他就要打分数了 是不是能够达到5% 因为中国的经济深受国际经济的影响 那你可以说 这个前五个月现在统计是出来 没有原来的预期的好 那你就看美国跟欧洲基本上 我们待会讨论到 他基本上他经济状况是相当严重 那这个也是 你今天不能说中国是唯一的世界经济火车头 其实过去这么多年 美国跟欧盟也是世界经济火车头 对不对 中国不是唯一的火车头 那那两个火车头拉不动了怎么办 那中国是不是也会受到拖累 所以中国事实上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整个从上到下 都充满了极强的危机意识 最近在这个宜兵开的这个 世界电磁大会 我看了一篇报道 哇充满了整个的这个危机意识 为什么 因为一个科技的转换会 会决定一个产业的心酸 中国就因为念心地磁 掌握了绝对优势 可是整个会议充满了怎么样 危机意识就说 我们这是唯一的解决 如果有新的科技 今天探亲的或者说石墨烯的 或者任何今天马斯克主张的一种新科技 如果它在效能上 它在经济的这个 经济的这个 这个竞争力上 是超过现在中国主导的这个 链心电池 那这市场马上就没有了 所以今天就是说都是战战兢兢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的担子 真的是不轻啊 是 他面临了内环境的巨变 外环境的巨变 那怎么样找住 把这稳住堕 继续往前冲 这个真的是要有极高的智慧 跟极高的这个经验 对